好了 关注民航运输 禁飞20个月的波音737 MAX客机 在10月份得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复飞 波音先举行媒体试飞团 月底有美国航空打头证 737 MAX投入纽约到迈阿密航线 一天一个班次 结果乘客不愿意搭乘 如果不搭乘的话 改机票是全部免费的 而欧洲最大的联航瑞安航空 先订购了75架737 MAX客机 传出波音以报价75%出售消库存 还可能帮忙吸收欧盟的高额关税 希望赶快让737 MAX重返蓝天 了解空难的记忆 人犹新经过一连串调查 禁飞和审核改进 波音737 MAX正准备重新出发 在20个月后第一次被准雨起飞 波音公司还大动作邀请记者团登机体验 有美国航空肩负这趟付飞体验任务 包括机组人员和记者一共90人 2号由德州达拉斯 飞往奥克拉荷马州土耳萨 航程约45分钟 正值疫情期间 所有机舱内乘客皆佩戴口罩 采取梅花座方式 全程减少交谈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要求 波音进行软体升级 和机师的全新专门培训课程 每架737 MAX升空之前 必须进行全面检修 对家属而言 看到737 MAX升空 只是让心头又是一阵痛 2019年3月的 伊索比亚航空302号班机空难 24岁的山雅史都摩 才刚毕业 踏上去乌干达帮助慈善组织的工作 却遇上死结 山雅的父亲认为 波音光是改进模拟器软体 对飞案来说是不够的 但付费令已经发出 美国FAA是全球第一个批准的官方单位 在11月18号点头后 巴西国家民航局也在11月25号批准 在美国FAA局长挂保证下 美国航空将从12月29号开始 让波音737 MAX投入服务 飞纽约到迈阿密航线 一天仅支援一个航班 美航也会在官网特别加注标示 乘客如果想要换航班 更改也全部免费 美国西南航空联合航空 也将在明年1月 让波音737 MAX投入营运 波音眼见时机成熟 已经摩拳擦掌 开始积极销售工作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统计 737 MAX造成的损失 约200亿美金 为了达到产量规模 波音必须先将库存的 450架737 MAX运出仓库 但目前上有100架客机 罚人问津 波音3号宣布 与欧洲最大联航 瑞安航空初步敲定一份 75架737 MAX的订单 瑞安航空执行长 对波音信息满满 但消息指出 这笔交易背后是波音 可能已达到 补折的价格出售 双方最终订单 有望采购210架 737 MAX客机 总价高达220亿美元 不过贸易商认为 飞机销售通常都是 报价的一半 瑞安航空有望取得 75%的折扣 而上个月 欧盟才获得 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 像美国波音 和其他产业磕税 瑞安航空希望波音 能够自行吸收 这笔订单的15%关税 波音降价销库存的方式 吸引不少买家跃跃欲试 目前尚未采购任何 737 MAX客机的 美国达美航空 执行长巴斯蒂安 向金融时报透露 正在与波音洽谈相关事宜 飞安改进是一项大工权 但消费者信心要重拾 又是另外一回事 波音能否让737 MAX 重回航空界的怀抱 只有等待时间来证明 TVBS新闻众口报道